HELLO HELLO 各位非凡新聞頻道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麗珍 看到麗珍這一整身的運動裝扮就知道我們今天的開箱抱抱會非常不一樣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任天堂新推出的遊戲叫做 Ring Fit Adventure 健身環大冒險 那其實這款遊戲呢 之前任天堂官方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介紹影片 就是想要讓玩家趕快上手來了解這個遊戲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終於拿到手了 馬上就來看看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從外觀看起啊 它其實就跟它之前的影片差不多 就是說你要用全身來挑戰它的關卡 然後就可以競速的破關達到健身的目的 它上面也有寫就是一個遊戲 然後腿部固定帶 跟它的Ring Kong 三樣東西 然後我覺得說 比較特別的地方應該是它 這邊有說它的建議人數是一個人 因為以往我們在買遊戲的時候都會想說 可能這個是派對遊戲 我們需要有很多人 那如果自己在家的時候 可能沒有辦法突然找到那麼多人一起玩 會不會很無聊 但這一次它的建議人數是一個 那你就可以自己一個人在家健身 在家挑戰 也不會覺得無聊 那其實它這一次在包裝上面也有蠻多小巧思的 因為你看像是我們一打開就會看到它這裡說 肌肉是一輩子的好夥伴 就會提醒你要隨時自己的運動 然後一打開就會看到它的遊戲片 上面也有特別寫說 它是支援中文版的 所以也不用擔心說 可能是英文或是日文的介面 你會看不懂 然後我們再往裡面看的話 就會看到它的健身環本體 然後它這個看起來 它的材質應該是 比較彈性的那一種 所以它的耐用程度上 應該會比之前想像的來的高一點 然後它邊邊手把抓握的地方呢 是有點像是我們平常的那種 後背包會有的那種軟墊的材質 所以握起來的手感還算是不錯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腿部固定帶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裝上這些裝置來看看 我們剛剛已經安裝好了遊戲 現在馬上就要來試玩看看遊戲內容 現在呢 我們就先跟著它的安裝指南來帶上這些設備 它上面這邊有一個網狀凹槽 讓你把左邊的Joy-Con塞進去裡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綁在我們的大腿上 它上面的指示是說要綁在左腿的大腿正中間 但是因為待會要跑 所以我想說先綁緊一點好了 好 那完成之後 就要先站著不動 它應該就會馬上確認好你的位置 這樣就完成啦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右邊的Joy-Con 裝到健身環上面 那它這邊還蠻貼心的就是它有一個小小的家的符號 所以你就不會搞錯要裝哪一邊 好了 從一開始我們進到遊戲的主畫面 就可以看到它已經分成了四種不同的遊戲模式 有一般的劇情也就是冒險跟輕鬆 它裡面就是有一些簡單的健身小遊戲啊 然後再來看到自訂的話就是可以依照你自己想要的健身清單去排你想要的自訂模式 然後最後背景執行模式的部分 就是可以在沒有開Switch的狀態下 一樣用這個健身環來達到健身的目的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從最基本的劇情冒險模式開始玩吧 最後一開始 最後一開始 我發現它其實如果你停下來的話它就會停止欸 看你跑的速度多快 遊戲角色進的速度也會有多快 那我要跑快一點 按 按 C 好累喔 對 這次樓你也太長了吧 我發現它好像可以跟著 節奏 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累 這也是健身遊戲欸 連魔王都在健身 這樣等一下要做多少深蹲 唉 雖然這個動作看起來好像是裡面 稍微像是比較簡單的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 在上來找哆啦公的時候 跑了很長很長的樓梯 所以我現在覺得我大腿超酸 爛 他好像發現我覺得很累 然後就說沒有辦法順利動作的時候 就可以按在大腿 可是 我才不要 7 6 5 10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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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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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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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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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掉了 我真的很討厭這個動作 所以我剛剛總共做了 48次的高舉雙臂推入 24次的山蹲 24次的暴虛勢 我現在真的是快要死掉了 我以為這只是一個遊戲 但我現在非常非常的累 所以我剛剛在那邊山蹲那麼久都沒有打贏他 他重新了欸 所以我們剛剛運動了那麼久 都沒有打贏他 不管 還是一樣選隨機 高舉雙臂推入 是我最討厭的那個嗎 喂 嘿嘿嘿嘿 那我一開始就這樣的了 3 2 1 14 大腿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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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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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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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明顯比剛剛快很多耶 146 我們剛剛運動了6分45秒 就是在打那個怪的時候 總共用了6分45秒 只消耗16.79卡路里 16.79大概就是兩口冰晴就沒了吧 像是這樣的健身遊戲啊 如果你平常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可以跟著劇情走的話 它裡面一樣有附設一些 比較輕鬆的小遊戲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它有哪一些小遊戲 可以讓你在家的時候 馬上就可以達到健身的目的 進去到選單裡面之後呢 它其實可以依照 不同的你想要訓練的肌群 去做這些健身運動 可是像是我這樣比較 平常比較沒有那麼愛健身的人 來說可能會覺得有一些無聊 那我想從小遊戲開始看起來好了 因為它就有設計一些主題 會讓你看起來好像 比較好玩一點的 也比較願意去運動 這個好了 感覺很有趣 出擊 Ready Go 欸 啊 在哪裡 等一下 在...在哪裡 在... 等一下 太多隻了吧 結束了嗎 不是不是 在哪裡 就... 在... 在... 雖然說 它是 輕鬆小遊戲 可是我覺得玩起來還是非常的累 特別是 手臂的這一塊 真的不輕鬆 真的不輕鬆 那看看它的... 這個好了 這看起來好像... 簡單一點點 還可以改善腰痛 走走走走走走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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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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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大腿內側騎士 他要找一個椅子耶 夾在中間 Ready! 感覺很累 Go! 可惡 這真的很酸耶 畢竟我們是開箱 所以不可能只玩小遊戲 那我們就來看看 他的健身模式到底有哪一些 可以在20秒之內 推壓多少次RingCon 感覺很棒 我感覺很差 很好 還有能力啊 是 還找還找 還找還找 感覺很棒 60 20秒內可以抬多少次腿 還找還找 還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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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 對平常沒有運動習慣的人來說 真的會很累 特別是像我 就頂多跑步走路 那個 手臂跟胸大肌這邊都練不到 可能確實可以買這樣子的遊戲 回家來好好練一下 那我像是剛剛那些小遊戲啊 還有簡單的單向訓練 覺得都 強度都還不夠的話 他其實還有像是訓練綜合選單 這種一系列的運動可以讓你做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試看看 嗯 那像是我們平常上班比較常坐在辦公室裡面的話 就可以選擇 像他這個 改善尖酸的組合 馬上就來試看看吧 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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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囉 我覺得他這個遊戲很好的地方在於 他會一直有一個教練在螢幕上 確定你的動作是正確的 他才會讓你繼續 如果說你的動作做得不夠扎實 他就不會讓你進行到下一個動作 就是像是這樣子 他會先確認你的預備動作是準確的 他才會讓你開始 慢慢回來 慢慢回來 動作有點太快囉 慢慢回來 手是運動 大肆的進展步動 慢慢進行完美 95耶 好高喔 你覺得他這個系列運動其實 比較踩的累度跟剛剛來說是有一點落差 他沒有那麼累 但是 有明顯感覺到像是做瑜伽那樣 是有真的在放鬆或是在運動某一個特定基礎 實際把整個遊戲玩過一輪之後啊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蠻超乎我想像的 原本我以為他可能跟之前的派對遊戲一樣 就是在娛樂的成分是佔多數 實際上沒有那麼強大的運動能力 但是玩完之後呢 我覺得因為他一關一關的關卡 還有魔王要打敗 你就會想要把那些動作做得更加扎實 那你的運動程度的累度 就會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 可是如果說你平常就是一個有運動習慣啊 會上健身房 會去游泳跑步的人 那你可能在一開始遊戲設定的時候 就要把你的拉環力道再加大 然後遊戲的時間可能要再拖長一點 你才會有那種真正運動到的感覺 看完了今天健身環大挑戰的開箱 你對這款遊戲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也麻煩幫我們按下喜歡鈕 並且訂閱非凡新聞的YouTube官方頻道 也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麗珍 我們下次見